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代论坛 声音专栏 每周精选 2012年1月1日 专栏 不示清聪 夫衣人赞告 题目是 This church is dying, you know? 继十多年前 陈锦雄在电视剧《创世记》 和《地产商》之后 Joy Jr. 在天月地的一段对白 再次引起不少八九十后的共鸣 顾不论香港是否稀疏已进 这个现象 确实反映了年轻人对社会有很多不满 不论认为 只要年轻人敢于追求梦想 不管想法有多幼稚 这个城市离死期更远 反之 将Dr. Dylan 的对白 套用到教会身上 我便有些不寒疑论 我们每个人都被环境 即是教会训练到好像赌模一样 喜欢吃同一样东西 例如灵粮 一样的电视节目 例如讲章 支持同一种政治立场 例如政治中立 甚至懒感 信奉同一种新老病死的造人方式 当然 跟随同一位基督的我们 应该有着同一的生命观 价值观 但近年教会同质化的情况 越趋严重 令人忧虑 不过 不这想说的 并不是香港整体教会的同质化 而是堂会内对和谐统一的麻木追求 同一间教会 仿佛只能够容下一种狭藝的价值观 不这来自一所中型教会 教会骨幹 以五六十后的专业人士为主 年轻会众 正是这群中产的下一代 他们都身怀十八副武艺 读名校 成绩好 对圣经都能够背众如流 这类熟灵父二代的成功模式 自然成为年轻一辈的皆无典范 家长们吹之若慕的理想移类 教会牧养 亦都为这帮接盼人度身订造 故此湿痞之下 另外一些年轻人被有意无意标签为怪胎 记得有位年轻人 拔尖选科想报读自然科学 竟然被长辈质问 有这么好的成绩 为什么不读医 这年 眼见不少非主流的年轻人 意兴难生 离开了教会 想起当年 哥林多教会的内控纷争 其实理常不是一件好事 只要谨守 一煮一信一洗一神的原则 维持双交 铁磨铁是可以磨出隐 反之 同质化的教会 貌似合一同心 其实只是将少数都排挤在外 而不同气质的教会 又缺乏沟通 不是踢管式的谩骂 就是痴之以鼻的不舍 独立精神 抗拒建制 自由 爱 勇往直前 其实何止是rock and roll 没错 这一个其实是基督精神 如果一间教会 只用得下某种处世哲学 This church is dying, you know?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